接下來就進入到我們的第十三組 第十三組由辛諾克蘭X所帶來的這個遊戲作品 它是一個遊戲 這個遊戲其實在2001年的時候 由塔普工公司所製作 那當時呢其實掀起了很大的一個風潮 因為在這部作品當中呢 使用了很哥德式的美術風格 搭上了重金屬的音樂 非常強烈的一個印象 然後爽快的一個打擊感 Devil May Cry DMC惡魔獵人 的這部作品是那時候非常夯的一部作品 那當然最近也即將要推出新作了 如果有機會 大家也可以上網看看它新作的一個遊戲遊玩影片 在其中呢除了男主角丹丁之外呢 在三代有一個新的角色 這個角色是丹丁的雙胞胎哥哥維歇爾 他呢跟丹丁一樣擁有半人半活的身份 可是呢一頭銀色的這個頭髮 穿著藍色的大衣性格 跟丹丁就是完全的相反 在裡面呢兩個人也速度的交手 非常非常棒的一個角色 接下來我們就把時間交給 為第十三組的參賽者新洛克人X帶來的惡魔獵人維歇爾 為了電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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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